然后现在我回家越来越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想到回去陪外公一下就没有办法回家 所以现在我就不知道我要待在伦敦要多久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我就想赶紧回到广州 但是别人看到我的外相他们觉得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这个不是你家吗 对欧洲不是我家 我是在20年在广州长大的美国人 这个他们很难能理解为什么我这么难过 我就感觉这个世光人生中最绝望的时间段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哈喽大家好我是齐世文 今天是我被说在英国第三天 作为一个20年在广州长大的人 我真的是非常的绝望 被说在这里没有办法回家 我们就做了一个经济的航班到了伦敦 就觉得伦敦有更大的可能能回到家 两天后我们又去了机场 在伦敦到了机场 他们才又通知我们这个航班也取消了 说是一个月也很有可能一天比一天过得越来越贵 我不能放弃我广州的公寓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边付钱买菜什么的 如果谁有任何建议可以给到我 我怎么可以回到家 我会很欢迎 谢谢大家 我在国内的我在国内 我当时因为签证的问题我就没有过去 我们也不想再去聊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包括他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很大 我希望可能等他结束隔离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些回应吧 他没什么事很正常 我可以很开心的告诉你 我回来了 如果不是大家的支持 还有大家给我发的建议 大家给我查的机票 真的我是很感动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放弃 然后呢 我真的是有一点不能相信 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可能要一两个月回不到家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现在就在广州 我觉得通过这一次 这一次经历 我看很多东西看得清晰很多 我有看到中文有多么欢迎我 多么有欢迎我们这些很喜欢中文的人 我是真的感觉很感动 然后最后我要感恩所有给我提出解密 限制怎样不是 所有给我查机票 所有支持我的人 好